美国对于芬太尼有关的中共国公司和个人采取大规模行动 美国之音消息 10月3日来自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基督局和美国邮政局的领导人 拒守司法部的华盛顿总部宣布 对涉及向美国输入芬太尼药物 位于中共国和加拿大各地的14名个人与14家公司 进行一系列的起诉和制裁 这是美国政府对泛运芬太尼采取的最大规模的跨部门行动之一 在被打击的公司和个人中 除两家公司和一名个人外 其余都位于中共国 司法部还公布了8份起诉书 指控8家中共国公司及其12名员工 泛有与芬太尼等化学品物质有关的罪行 财政部宣布 对参与从事非法药物贸易 并向美国泛运芬太尼和塞拉琴等致命物质的 28个实体与个人 实行新的重大制裁 这些位于中共国和加拿大的个人与实体 被禁止使用美国金融系统 美国人也被禁止与他们交易 此外 财政部还封禁了十余个与这些行为体 有关的虚拟货币钱包 该法案还授权总统 没收被制裁的芬太尼贩运者的财产 在国会山 一组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推出法案 希望把贩运芬太尼问题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 并敦促财政部利用制裁权威 遏制该药物在美国扩散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信息 从2015年到2021年 因过量服用芬太尼致死的事件增加了7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